字幕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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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我們回到了2021了 是不是覺得有點耳熟 在看到這台車 會不會覺得有點眼熟呢 沒錯 今天我們中間車廠家 要幫您介紹這台 回到未來的主角車 Delorean DMC 12 回到未来这个电影啊 小时候一看超难忘 也因为这样子 它才成为经典神作 但这台车 里面的主角车 我真的没有想过说 在台湾有一天 可以真的看到它 这台车为什么这么特别 除了电影以外 它的不锈钢的车身 它的引擎 它的底盘 它的整个的造型 40年前的样子你相信吗 今天我们自己讲不特别 我们就来请到我们的汽车达人 小顾好好的一起讲一下 来来来 嗨 哇 有那么点载啊 这跟超跑一样低 真的 跟超跑一样低 不过这个欧义车门 这台车最大特点 对 但它最美的时候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两边都打开 这两边要同时开启 然后呢 这台车最经典的 当然就是您刚刚说的 不锈钢的车壳 其实我们来看哦 40年前哦 居然就有什么你知道吗 法斯文 对啊 法斯文 这是法斯文 40年前哦 而且这摸起来的触感 很像一些什么德国制的电兵箱的那种感觉 它不像一般车的板金 对 是的 对 因为它的材质好像也是很特别 对不对 对 是的 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做 白铁亚啦 白铁亚 白铁亚 所以说呢 它给它一个很坚固的壳 但是呢 重量上不外乎就是会比较重一点 哦 对 所以也会让这台车当初在销售的上面 其实它只卖了很短暂的几个年头 就逐渐的慢慢的消失了 你听到这声音 一般的车子这样敲你可能会被车子打 但是这台车 坚硬的车声 就是因为它不锈钢 而且这法斯文看起来 现在很多车才流行包模包成法斯文 这台车能包模就是这么酷 40年前就有了 然后在他们同年代的时候 其实除了这款车之外 包括你说我们刚刚讲的法拉利啊 蓝宝贤尼啊 308 328 对啊 他们的设计感这其实都有点相同 就把车坐得很扁平 对 扁平嘛对不对 对对 很炫的门嘛 重点是重点来了 Bucku的时候呢 人要坐在门槛上面 哈哈哈哈 我知道 你说的是跟那个蓝宝贤尼一样哦 比如说我们现在 因为看不到路嘛 所以你人要出来 我真的我这样坐进来啊 后照镜看啊 看不到 所以你人要出来 所以我要Bucku的时候要这样子 我要这样子 Bucku我要装车 真的 这个是真的 真的 这个我真的知道 对 因为台湾还真的要扰大牛的车子 Bucku还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旁边人一直看我说 你倒车要这样倒 你是怎样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 大家才看得出来这个车是谁的 哈哈哈哈 这车不是我的 哈哈哈哈 喂 呃 往前开的老派的车子 嗯 控 你要配那个啊 那个什么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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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里有很特别的地方 是它是行李箱嘛 对不对 但这台车加油很麻烦 它的油箱盖在这里 你看啊 这油箱盖这样子把它打开 超级old school的 你看这种 这种的加油盖 哇 这个80年代跑车风格 马上展现出来 我们坐姿好像坐在地上 真的啊 你这头会不会太高了 身高177公分 头要顶到 你看 我也是176 千根不留 哈哈 而且它的视野非常窄啊 其实有个比较恐怖 是我现在关门给你看 关门 来我们这样关门 关门 关门起来 我觉得头要低一下 真的 比较安全 对 因为这个天篷啊 低啊 所以我们关门的时候 如果头没有闪的话 可能看 哇 电影里面啊 内装这里啊 它有很多神秘的 这个变电盘 什么的 科技上面 最主要是前面有一个 这个数字呢 对 按下去 我们就可以回到未来 since 对对对 这真实的 Delorean DMC12里面 没有那些东西的 它里面指导是这个 方向盘 触感很好 真皮的那一桩 还有这个 这个赛车椅 事实上 我能够说一句话 对对对 它 包覆感是零 哈哈哈哈 你要你要 什么什么 你要这么样的想 回到未来里面讲 88英里 就可以穿越未来 对啊 才100多公里 我们现在这开到300多公里 你只会晚7天 再回到家而已 对 其实这里有个数字 这台车呢 事实上它是2800cc的V6引擎 它的马力 是惊人的 130匹的少 所以这台车急速呢 要到200公里可能也有困难 对 但当时这台车 880就算非常非常屌 这声浪很棒 难怪这时候有人说它是有点 这个超跑精神 超跑Fu的 哇 一点不觉得它只有130匹的马力而已 这个你请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 这一颗的话 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讲 应该都是用化油 化油器的比较多嘛 好好好 然后呢 但是这很特别的 它是用分盘式的化油器 翻新的幅度上 观众朋友 他们已经都可以看得到了啦 其实它的完整度 已经算非常高了 所以我们会 下一步会先翻新它的鞋子 就是它的框子 来看一下看一下 轮廓比较多伤痕 所以我们想把它稍微翻新一下 现在这个经典 有时候啊 经典车就是要保持到原汁原味 你说这个原厂 这个是大概几寸 15寸的领圈 15寸的胖胖胎 今晚没有换夹 换夹21寸 比较酷炫啊 对 但是就失去它原来的味道嘛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我们中央车厂家 今天带您来看的是 回到未来这台 最特别的 DeRoren BMC12 是的 下次我们就要进入 超跑经典的翻新单元 是的 翻新它的鞋子 它的轮框 第一件事情 还有重点 一定要开上路才会爽啊 没错没错 接下来我们就慢慢慢慢的 带大家体验 有我们显明带着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去试一下 这个车开上路 我想应该超酷炫的吼 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冬仔没跟我做辣的 哈哈哈哈 美国生活 但没错 我中央车厂家没在乘 没错 中央车厂家 我是素人生育小猪 如果你有更多 更想要知道的经典超跑 今天这台DeRoren DMC12 够特别吧 或是您对我们的节目呢 有任何的建议 或者是建言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中央车厂家 我们下次见 请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